你聽的是Only Run Radio 我是港人港地香港地的Billy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人及嘉賓之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來到港人港地香港地的 錄音室裏面有我 Leo Billy Hurry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 上一集我們講到鄧族 他的法跡 與他的家族風水無源 有淺絲萬老的關係 我們今天都會圍繞鄧族的 發展 當然我們的焦點不會繼續放在這個無穴上 因為上次鄧博他都好像變成 李承澤博士 變成李博上身 然後不斷講封鎖玄學的東西 今天我們講一些比較實際的 什麼叫實際呢 錢 錢 沒錯 說回錢的東西 家族的經濟問題 家族經濟問題 我們經常都會在想 為什麼 我們以前經常看文人發展 我們講什麼杜虎利伯也好 什麼都好 或者蘇式蘇東坡也好 他們本身每個家都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都是錢 又有錢的 沒有多少個是沒有錢而讀得整個書的 首先是一樣 好啦 其實鄧族他們本身 我們的錦田鄧氏我們看到 他們本身的家族他們有很好的一個紅口的資源 是不是 有這麼美好的一個山河 不要說河山 好像說到整個國家是他 他自然在早來的情況下 所以他們的家族發展來說 比其他的族群更加容易 發展到清代的時候 更加出現了一些我們叫進士級的人物 好啦 為什麼我們以前常常說 咦 讀書 考功名 這麼重要的呢 是嗎 很多時候人們都會想 保家衛國 講到很英明神武的嘛 是不是 保家衛國也有 又說為國家效力 讀聖言之書 然後點點點 講到自己千秋萬世 一代聖言 是不是 成了名之後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是這樣 好啦 實際上 一個家族 或者就算大家族也好 小家族也好 為什麼這麼在乎那種功名呢 因為功名本身 它 可以令到一個家族起死回生 我們說比較壞 或者是這樣說 可以令到那個家族有更多的好處 有公民的說法 為什麼呢 我們首先這樣看 在清朝的時候 都幾多代啊 我們這樣數 從宋代開始落到來 鄧氏 本身有多少代好呢 十幾代 十幾代 好啦 去到我們今天特地說的一個人物 鄧文慧 文是文學的文 草花頭 加一個太衛的衛 好啦 鄧文慧有什麼這麼厲害 這麼飽爆的地方 雖然他的字也有個炮字 叫炮生 好啦 那他呢 威水的地方是在清初的時候 清初大家都知道啦 由順治皇帝起界營 入住中原 是不是 好啦 去到康熙的時候 那你知道有科舉考試的東西 仍然是 就是清朝就用回明朝那一套而已 其實 就是科舉考試 那好啦 那科舉考試呢 就... 就是... 就是... 令到或一般的讀書人來說 都有一個非常好的目標啦 就是叫做... 就是佈下國家啦 講好一點 實際上呢 也對自己的家族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因為你有功名的時候 你的家族自然在... 那個地方經濟上面 有獲得最大的優勢 嗯 好啦 那我們說到鄧文慧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康熙年間的時候 他成為了晉士 那晉士相等於我們今天的... 什麼學位好啊 不是很高的 晉士相對都 如果歐洲人呢 就是我以前看這些書仔 歐洲人經常有我的錯覺 就這樣看 啊 考秀彩就是類似於一個 他們這樣對的 我覺得未必不準確的 然後認為 啊 秀彩就是對學士 然後呢 舉人就是對碩士 晉士就是對博士 是這樣的 哇 那真的很快啊 即是他會... 即是歐洲人 即是早期來說 來到中國的時候 他們用一個這樣做一個比較 那當然呢 嗯... 晉士來說的話 當時在科... 科舉來說 即是考晉士科 是最... 即是最高級的... 入門級而已 蛤? 入門級而已 入門級而已而已 入門級才有在上 不是... 那... 我們這樣看 那些人可以做一些官仔的 其實 那些人可以做官仔 那做晉士來說 晉士就可以... 做一些... 你有資格可以做朝廷的官... 官員 好啦 那你想一下 讀到晉士其實也不簡單 嗯... 那你想一下 當年康有為那些 就是考了多少次才能做到晉士呢 是吧 即是他沒有他的學生那麼厲害 即是梁啓超那些 很快地很順利地 很快地考到 那那個... 你看到那個晉士 叫做有一個難度 那當然他有... 那個家庭的財力 去支撐著他的時候 那他就很順利了 去考到一個晉士 即是... 計算廣東地區來講的話 考晉士來講的話 呃... 只是單單講我們... 新界來講 有多少個晉士呢 即是個數目數到出來的 即是實際上不多 那所以其實 他... 為何會能夠成為到... 即是香港 或者我們新界來講 一個... 我們叫做... 聲譽最農也好 或者他的家勢最顯赫 跟他那個... 嗯... 晉士這個功名有莫大的關係 嗯... 好了 考到晉士、考到功名 有什麼好處呢 喏... 起廟來講的話 已經不同級數了 起廟啊 即是我們講那些家族的宗廟來講 已經不同級數 舉例 如果... 是... 單單是說受彩的 什麼來講的話 你基本上不可以起一個宗廟 因為宗廟來講的話 很多時候... 嗯... 政府啊... 他們會這樣看的 你有功名的人 就起得一個大的一個宗廟 如果沒有的 沒有功名的人呢 那你可以起什麼呢 就起那些書 叫做書屬了 嗯... 去書室了 所以你看到... 新界地區來講的話呢 有些家族是起書室的 有些家族就起... 起... 起... 起堂的 起... 起宗廟的 就是因為那個功名的問題 哈 也都交代回... 正正因為你... 真的威風一點 那麼好了 另外... 有功名又有什麼好處呢 剛才我們講過 同一個經濟方面又掛鉤 那麼... 經濟上面有什麼好處呢 例如... 呃... 剛才我們講... 講回宗廟那裏呢 就是說... 呃... 起宗廟的好處就是 可以召集到人 人強勢狀 就是... 人... 就是... 宗族的聚集會好很多啦 嗯... 好啦... 那麼... 為什麼... 朝廷會讓你起宗廟呢 因為他放心 因為你是有功名的人 你不會為了一些... 作家販科的東西而... 損害自己的功名的 是不是 所以... 朝廷就放心地去做 同樣地... 商業那方面都是一樣的 商業來講的話 在那個... 虛市的建立來講的話呢 都是有功名的人優先 你有功名你就可以起個虛了 基本上... 你是一個... 呃... 代表啊 一個家族的代表 你是... 掌... 你是有那個話事權 因為... 很多時候我們在一個... 經濟運作裡面來講的話呢 就是... 例如商界也好 怎樣也好 你一有功名來講 你的信願度高嘛 其實... 就算今天也是的啦 是不是 就是... 為什麼... 那些人重商的 是... 都熬了幾個東西回來 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你一有 就容易做很多的了 在商界 那同樣第二... 就是以前來講的話 在... 就是政府的規管之下來講的話 你要建立一個虛 就必先有一個功名 因為... 你是一個地方事身的時候 你都可以有一個有效的管理 嗯... 舉例很多時候我們... 那什麼是虛史呢 那... 那... 或者我們說回... 我們今天... 我們看到一些... 什麼是虛 那... 大家經常聽到的... 有什麼大埔虛那些東西 嗯... 是不是 那... 太和... 太和... 大埔... 對啦 泰和市啊 大埔虛啊 這樣... 好了... 那我們... 轉回... 進去... 鄧氏那邊先啦 那鄧氏來講... 大家可能聽過... 有元朗的... 有... 元朗的... 有新虛... 嗯... 好啦... 那什麼是虛呢 那究竟... 啊... 鄧氏有沒有東西可以說一下 沒有啦... 你都講完啦 是嗎 是... 這個... 其實沒有... 因為這個呢... 這個虛史呢 就是一個家族... 還沒講虛先啦 就是那個發展呢 剛才講到 有一個財力的問題 一個經濟的問題 那你有一個大... 其實有了一個虛史後來 其實是說你那個家族慢慢去擴張 將那個家族的經濟才能... 譬如我耕田的 你耕田... 你賣... 你怎麼賣呢 你那樣東西 是吧 但是你有一個虛呢 你就其實是一個大的... 就是叫市場... Market 這個真是一個Market 街市 應該這樣理解 因為你知道現在市場這個詞 周街都用的嘛 你買股票又叫市場 你去什麼都叫市場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一個Market 是... 真是一個街市 你買東西 你去販賣 就換取那個錢呢 你要想 你去街市買東西 你那個是一個很小的... 以以前來講是一個很小的交易來講 你現在講的是一個很小的交易 嗯 但是你去經營一個虛市呢 就另外一件事了 即是你收租的 不同的 你搞一個攤子出來 然後就去收別人的錢 給別人進一個空間去做護士 你不是去做護士那個 你是做管理這個場的那個地方 護士的監管者 所以看你剛才講到 為甚麼要找一個有功名的人去做 你要有這樣的號召力 嗯 也都要有這樣的管理來 你說不是 我做生意的 我做生意的都很厲害的 我是很有經驗都好 為甚麼不讓這些人做呢 你又太有做生意的力量就好 那些壞處是甚麼呢 你有時會破壞了那個社會去參與在這個市場活動的人的平衡 囤職居旗 或者收到一个很夸张的租金 保护费等等 那这样东西 它会破坏了社会 用现在的维稳 就是一个安稳的环境 你造成不公平嘛 你确实反的 其他东西可以不反 没得吃就一定要反 所以变成 你看到原来朝廷 给一个有公明的人去管一些 较为有经济 还是管理性较强的东西 是有原因的 所有有公明的人 有些人就说 考公明只是做官的 不一定的 不一定就是做官的 他就是给一个虚视去管 不一定的 你给他管 等于给他的家族去管 最大的得益是谁 是家族 因为这个是财力 是将一个财力的结构 家族的财力结构 由一个原先 乡村的模式 慢慢提升到一个 是一个market的模式 其实是向上提升了的 是将整个家族的财力 国内的财力 很简单 因为你那个官的身份 可以换出 如果你不正当 如果你不正当的话 你是会因为你的身份 而带来很多利益 香港也一样的 说回国内 就算是国内做官的 或者你是做幹部的 什么 其后 例如你有时去的夜晚夜市 夜市的监管者 哪些夜市 哪些夜市 不是 就是你去那些 市临夜市 吃东西 不是不是市临 是那个乡镇 不是那些 是真的到处买东西 那他们本身 例如在河边 很流行的 很流行的 就是在河边 一车车地 吹过来的时候 他们 你会见到 有一些无疑的监管者 那些无疑的监管者 就是 就是有官的背景 有官街的 有官街的背景 去支持的 其实 如果没有官街背景来说 他们不可以见了 就是你今天去到 就算你说 去到开平 市中心 那些位置 或者在那些镇 那些河边 你参加所有城市 都有个夜市 是 都会有个夜市 那个夜市 的背后 就是有这些这样的支持 那这个 我想大家可能都会 就是 常常见到的 那就算你说 今天来说 香港的官场来说 和商界来说 那种 紧密结合呢 大家平时 看文章都见不少了 那我们 这个 不必说这么多了 就是可能都会 就是 免得踩到一些 不应该说的东西 那好了 那我们说回就是说 就是在那个 我们说回历史那里 就是看回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油农业经济 嗯 就是在乡村来说 在那里加一下田 买一个本身可能 就是村民和村民之间的交易 那接着 去到建立一个虚市的时候 那虚市带来的好处呢 就是 就是除了是说 就是那些乡民来说 有无限的便利之外 那另外来说的话呢 就是那个虚本身 就是亦都去体现到那个家族的影响 你不断扩张 就是他举例 不是单单一条村发展的问题 而是成为一个乡 或者一个大地地区的一个发展问题 因为你一有一个虚市的建立的时候呢 那就会有很多的村民 就会趁虚期 那这样就会走去那个虚的地方 那我们也都要解释一下 就是例如说 什么叫做虚呢 虚本身 这一样东西 那 就是除了有 就是我们叫可能 我们今天看到可能的商铺之外呢 那其实呢 本身最早的原意啊 我们就是叫虚者其实是一个虚地 就是一个空地的意思 那这个空地就是负责 或者是被一班人聚集 去进行一个商业的买卖 那这个是最初期的一个解释 那好了 那我们来一个小丘先吧 那我们一会儿继续讲下去啦 第34届全网公开排球感表赛 2014 女子月祖的赛事已经展开 5月4号观众体育馆 女子月祖的赛事终会进行第四轮的比赛 由Victory对小团青 记得去支持一下Jason Sir和他的Victory啦 至于想知道更加多关于排球的资讯 就记得留意VOLIE IN ACTION的节目啦 足球解读 重新出发 Only One Radio 一足即发 大家好 我是何斐 名牌教练 你走错一步棋 我都插到你飞起 天王巨星 你打击都不起 我都骂到你飞起 冠军大热啊 你不预期我都不和你客气 我们继续 迎赞之赞 迎插之插 Only One Radio 全港最抽得发声蓝球集资 Run And Dunk 喂 其实我们有什么抽得呢 抽水啦 哦 港波 不是一定有自己说的 抽水 不是一定自己抽的 古波 我看你的登明体神 只要你有打凤识系统 有我 Marco Will Calvin 领巢一切 Only One FC 回来第二节的 港人港地香港地 刚才我们就讲到 这个家族 怎样去建立一个 虚史或者经营一个虚史 好了 这个问题来了 刚才开初就提到 一个叫邓文慧的人 他在 清初 孙智年间和康熙初恋 就得到这个进士 举右举一人都进士 好了 无端端 他无端端为什么整个 虽然他有功名而已 有功名也不一定要搞虚的嘛 无端端他为什么要搞虚呢 为什么要搞虚呢 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清初的问题 我们看回 虚史这一样东西 其实很早已经有 就算你看回明朝也会有 但是明朝有虚史 清初为什么又会搞虚史呢 就跟我们本身的政策有关系 大家可能都会有点印象的 例如说 在清初的时候 曾经搞了什么呢 就是那个千海令 那千海令那个问题呢 可能我们之前 之前我们是不是也有 讲过 很久之前 对很久之前 就是轻轻提过的都是 那千海令是什么来的呢 大家可能 就是 勾起大家的印象 大家可能有 有听过 有没有看那些 绿顶记那些东西的嘛 对不对 对了 那接着呢 有印象的话 就记得 有什么 郑克爽那些人的嘛 对不对 那当时在那个明镇 即是我们的明镇政权 即是在这个明朝遺臣 郑成功他们那一班呢 那些遺臣就在台湾那边 有他的势力 那于是乎呢 很多时候就连结海上的贸易 那海上贸易 大部分的地区就来自这边呢 就是一是福建 二在那个广东地区 那于是乎呢 就在当时来说的话 就是清初的时候 刚刚建立的时候呢 就朝廷就认为呢 就是 怎样可以将那个明镇 就搞屎了他 这个朝廷 那最最变态的方法就是 就是斬他指鼻沙虫 就当然是 封锁海岸线啦 对不对 那于是乎 就来一个 惨绝人患的 所谓的 就是自杀式的 的千海政策 那于是乎 就将沿海地区的 的平民百姓 全部向内陆迁移 那于是乎呢 就造成了一段时间的 一个叫做 土地真空期啦 我们叫做 那于是乎呢 呃 其后了 伏界 剪戒 即是 剪戒 伏界之后啦 那之后呢 呃 这些 本身的 当地的 氏族 回来之后 那之后呢 就开始又要着手去 再次建立自己的乡村啦 那邓文慧也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开始要发展他的那个 呃 就是 你说发展他的那个 再重建回他的家族势力也好 那其实我们看回一些 历史文献来说的话呢 其实最早来说的话 呃 元朗本身 那个虚事 最早 在今天的我们所谓的大条 大桥等 虚 就是在之前的 就是在明朝已经有的 那其后呢 因为那个 呃 荒废了嘛 于是乎 逼着了 去今天我们所说的元朗旧区的位置 嗯 那么去 开始建立起他的那个虚史 那这个就是那个大围的背景 那么大家也都可能想到几样东西了 就是说 咦 清初的时候 清初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 也都有那么多人啊 回来呢 就是时族呢 回来这个本区呢 又未必全部回来 所以其后呢 你会见到就是说 在这个虚史的建立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都是 呃 以这个邓氏为主的 如果早期来说都是邓氏为主 因为邓氏本身 很早有一个叫做 那个功名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样东西去支撑 那好了 也都清 清初那个 这个千界的千海的问题 也都造成了有那个叫客家人入千的问题 嗯 是的 就是好像我们上次都说到的 就是有一帮 在清初时间 进来的 清初时间才进来 就是复界之后才进来的 那帮帮手开墾田园的 那一帮 就是叫客家了 那这一帮我们叫本地的一个邓氏的族人 那好了 那我们也说回刚才了 邓博有没有什么补充 这里 没有 好 那接着下去了 我们又说回就是说那个 虚的问题了 那虚本身就是 刚才我们说过就是一个空地 对不对 在空地那里 就 最早期来说 怎样见到一个虚 虚 这一样东西呢 你见到一个虚的管理者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 叫做 摊位那个可能定价的问题 好了 另外呢 也有那个 叫公秤的问题 那其实那个 那个家族虚史的最主要功能 其实最早期来说 其实就是那个公秤的问题 怎样为 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说会 喂 不是哦 不够秤哦 你压秤哦 那于是有东西咬嘛 有东西咬的时候 于是如何做 有公平人 有了公正人 公正者 对了 就要去到工程那里 就去量度了 究竟 有没有压秤的存在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以前其实你去街市的时候 都会发现有一个 零零屑 有一个 秤有一个 绑 其实就是这种模式 其实 就是一样的 就是摆在这个 绑那里 你现在去国内也有的 不知道大家去國內會不會逛街市 有些買菜的街市 有些台灣都有 其實有一樣有的 大小的 有些地方有的 就不是全部有的 你看到這件事是重要的 你進入市場就去買東西 究竟有沒有被人騙痴啊 找笨啊 我們說被人騙的 最多是在警訊裡教你 去買芯蓉的時候 究竟一斤另一兩 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 但以前就好像不只是買房子 那麼簡單 通常放在廟裡 幾個都會有 有時候就在市場裏面 有些就在廟裡 因為廟呢 那個過癮的地方就是 你在神靈面前你不敢騙我 這個重要嘛 舉頭三尺有神明 所以變成為何要 做生意啊 我來清一下東西 為何要把房子放進廟裡 有些就說 我這個賣魚 我這些是賣一些分食的東西 為何都可以拿進廟裡 當然啦 這個神靈看著嘛 讓你不要拼謀嘛 這個是重要的 其實這些情況 其實我們到今天 我們在香港台灣 或者大陸 國內大的街市 其實看到的 有的 香港市場就比較少 我記得我前陣子 在上水 石狐虛街市 我有見過 他就這樣放一個榜裡 就沒有人看著的 放一個榜裡 沒有人看的 你要的 你就自己對上去 你就自己秤咯 不夠秤的 你就跟他吵架 就是這樣 就沒有人看的 以防萬一 因為你始終真的 你有時候 有些人做生意 未必真的這麼老實 是不是 例如你有時候 那些菜的 浸一浸水 然後再放上去 已經不同的秤法 是不是 那又會不會重了 就是買水果 都是一樣的 今天去台灣也是 很多時候 有的 有的 現在都一樣 所以 那個秤的重要性是 所以 一個虛視來講 一定要有那個 工秤制度 嗯 對啦 那好啦 工程制度那些錢 那接著會去了哪裏呢 你知不知道 這個 不知道 幾樣東西的 有時候工程呢 直接就當然是去 去了那天 管虛市的人那裏 工程要錢的 就是給錢才幫你錢的 有 以前來說的話 每次 交易 按那個 貨物的數量去 計成金 不是每次用的 大家排隊 那就糟糕了 所以 有必要時才用 即是你過來問我 請錢給錢 是啦 因為 其實是一個中間人的認識 你是看 究竟那樣東西 是不是 即是 如果你今天有一些 什麼 商務糾紛 叫做 叫做 公正人 公正人或者那些糾紛 他都要收錢的 是 不要經常這樣 在挖別人的機 才行 是不是 那好了 所以 那塊錢 其實就是給那個 家族 是那個中間人 他最可信的 你還找到哪一個 可信得過他 那個家族有公明的 是不是 所以 就有這件事的存在 另外 剛才說到那個 廟 這件事 廟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在後期發展出來 是的 那我們 在這個虛的時候 我們廣東的虛市 很多時候 都有一個 有幾個人的 有一個 有空地 是不是 然後 另外還有一棵大榕樹 我經常說 大榕樹那裡有什麼功能呢 廣古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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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另外 最早期 榕樹下面 他都會放一些神明像 就是土地 放土地也好 放一些觀音菩薩也好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廟是後見的 通常都 最早是一個空地 然後廟是後見 廟呢 又形成了一件事 因為他是主持這個市場的運作 我們叫做精神上最公正的人 所以 在很多時候來說 亦都成為了一個信仰的中心 所以 放在那裡的廟 成為了不是單單一個家族去相信 而是會變成一個鄉會相信 就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 在那個家族發展裡面 很多時候來說 功名的重要性 然後其後慢慢發展開市的重要性 然後由開市慢慢走出來 一個我們叫做精神上 或者一些 叫做宗教上的一種重要性 其實這個東西慢慢發展 就是這樣 就是由之前最初的散貨 或是找地方去買那些農作物 慢慢變成社會的宗教上 變得越來越大 是的 那個影響力越來越大 那同時之間 你去趁這個虛的一些鄉民來說的話 亦都會支持這個地區發展的東西 所以其實 你會見到有些虛甚至是發展出來的一些 勢力或者對社會的公益也越來越多 甚至是虛本身可以設立一些學校 嗯 即是變成社會 是的 因為它最能夠集中到人 因為當你要做生意去做一些買賣的時候 那你就要去那個地方進行 嗯 那同時之間 那個虛市 因為它以前就有虛期的 嗯 那虛期本身 怎樣計算呢 我們經常說 139啊 147 147 147 149 即是一個月三次 不是14 147 158 369 是的 為什麼會這樣定呢 其實就是10天裡面有3天可以是 去那個 去那個 那個去 就是大家去結集在那裡 就進行一些買賣 其實是這樣去計算的 那所以你會見到 一個月裡面30天這樣計算 那它那裡已經有大概有9天的時間 可以在那裡進行買賣 那同時之間 啊 香港這個地方比較有趣一點點的 在清初的時候就有3個內陸去市 那一個就是在我們今天說的元朗舊區 嗯 一個呢就在今天我們所說的那個石湖區 嗯 另外呢有一個就在大埔區 三個的虛市 就是 你會見到那個 如果路去來說的話呢 就大家都有些距離 嗯 那於是就 就避免了一個叫做 競爭 就是 你可以說有一個競爭 那另外就是說 他們虛期來說的話呢 也都是 會相交搭船 就是不會 黏得太 就是不會黏得太 就是不會黏得太 一個是正在走 剛剛那個147 一個正在走 就是 就是會 三六九 總之不狀 就是相反上可以做三個旗 去做三個旗 就是如果你是假設 你是一些手工藝的工匠 那你便 嗯 今天石湖區 明天就輪著去 明天大埔 然後再去元朗 再回頭 就是這樣 去這樣去做 那也都會留意到的 其實就是 這三個的虛 本身都是由 本地的一些大家族去做 嗯 那所以你也會看到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會看到那個 什麼什麼 新界人五大族這樣走出來 或者走出來 其實和他 你看到他當然 他在土地方面 他佔有最大的優勢 那另外就是 就是在他那個 就是在經濟方面來說 他其實在清初的時間裡面 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程度 因為他有這樣的人力 有這樣的村民村力 嗯 的時候 建立起的一個虛市 嗯 當然是掌管住 社會最多的資源 嗯 所以其後 你也可能會聽到就是說 一班 後期的 來到的那班客家來講的話 就會跟他們有個爭奪資源的情況出現 嗯 因為他們本地人 已經掌握最多的資源了 跟著他們客家的人 過了一兩代之後 又開始武器的時候 就開始互相去爭奪 嗯 就是這個情況 那好啦 那我們暫時又講到這裏 那我們下次回來 我們繼續講下去 有人說 講話四位有 啊 這個不是一個巴士和鐵路節目來的嗎 聽鐘門 不要搞錯啊 我們會帶大家看一下 在香港的南邊 有哪裏 有這麼美麗的海鮮呢 去到北邊 原來有這麼多的牛雜 原來是這麼新鮮的 去到京都 會帶大家去看一下 有哪裏有靚的豆腐食 還要是很便宜 在東京站附近 究竟哪裏有最便宜的便當 讓你坐著新幹線慢慢享受呢 總之 無論東南西北 香港還是日本 東京還是大阪 我們都會帶你去 講的四位遊 星期六晚 Only One Radio 我是領兆 去旅行來來去去都是日本 南韓台灣 好悶 北韓你去過沒有 阿錦阿美 那西藏呢 阿都未 加拿大呢 阿都未 那你還要參加我們的 唯一旅行團 我左手是沖上雲宵 右手是On Call 三十六小時 左腳是亞洲先生 右腳是香港小姐 我是為大家分析電視電影的 白士特影視專門店主持人 大蛇 逢星期三上線 在瑞士的山區有一群羊 整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叫羊什麼 在香港有兩個人 整天都在吹水 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所以叫做吹什麼 根據生物學家分析 逢星期二聽一聽令人精神爽利 痕氣活血舒筋活樂 子吼子吼生活愉快 一日開開心心 正啊 等我先聽聽 逢星期二 一定要聽Only One Radio的 吹什麼 回來第三節 講人講地 香港地 剛剛我們繼續講到虛視的問題 現在講一下 喂 還有沒有東西看呀 教了那麼久了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要可以去看才行 就是一個講字 那我可以看書 有沒有可以看的 其實有可以看 其實就算 我記得以前 我教中小學的時候 也有個稱謂 你真的這麼笨 教那麼多東西 又教中學 小學又教大學 教過很多東西 幼稚園有沒有教 幼稚園沒有 幼稚園沒有 幼稚園的市場才大 這個市場才大 一旗旗的 整個幼稚園虛 我們學到這個虛裡面 我們一三五是天水圍的 二四六是九龍新界的 現在有得做 整個市場 專門做教育 趁虛叫他們 趁虛 趁虛 以前我中小學的時候 就會 在當地來說 例如元朗那些地方 有個稱號 那個地區 就叫做 滿清一條街 這個是後來的旅行社 作出來的 當然是 我自己教書 數回我教書 都是教了十幾年左右 那 那 那 當然是說 旅行社 這樣作出來 但是 你不會無緣無故 即是 即是 他也有他的理由 是吧 是吧 好啦 那他們的確 有些東西 都是滿清時代的東西 是吧 那他才可以這樣說 不是被人殺死 是吧 那好啦 那 講回這裡先 剛才我們說 一個虛線裡面 他一定有 基本的一些要素 當然要有 要有商人 或者農民 怎樣也好 要賣東西 是吧 那好啦 那另外呢 一個很重要的 例如廟本身 廟我們經常都說 看到些什麼呢 廟看回可以當地的歷史 那 如果我們看完我舊虛的時候 那 我們一定會講到的 這個 這個 懸關二帝廟 嗯 那懸關二帝廟 講什麼的呢 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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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二帝嘛 我們看看 一聽個名字已經知道了 二帝 是吧 二帝是指兩個帝 兩個帝 一個就是元天上帝 一個關帝 元天上帝呢 有一些的講法就是北帝 北帝不是廣東人拜的 是一些北方人拜的 嗯 廣東人拜這個雄姓 那北方人呢 就拜這個這個叫北帝 嗯 其實那個本名就叫做元天上帝 那關公呢 關帝就是關公 嗯 那你怎樣稱它 有什麼關聖帝君 那些就另外 就是這些後話 主要就是什麼 其實 你為什麼會有一個 北方的神靈版在這裡呢 就是說這裡一定是和 你看到那幫人 他們本身就是北方來的 剛剛不是說過 他們清初的時候 他們是移進來的 嗯 就是因為展戒的時候 提供一些的 朝廷提供一些的優惠 那麼他們也都鎮住這個展戒的機會 就來到香港呢 是謀生啊 或者是遷移進來啊 那所以證明到 你拜得北帝呢 本身你就是一個北方來的人 你才會拜北帝 那麼關公就不同了 關公呢 你說有沒有地區性啊 這樣相對呢 它有地區性 但是相對來說呢 也都有它的普遍性在中國 就是在中國來講呢 你拜觀音 你拜關帝 關帝 你是相對難看到 它那個 究竟是哪一幫人 究竟有沒有鄉下 或者是哪一個省市的人搬來呢 你相對難看一點 不是一定說看不到 因為政府來說 也都推廣去拜關帝的 因為它義氣嘛 是的 它喜歡那個精神 其實它推廣它 就是想告訴你 你拜它 也就是叫你那幫人 拜它那幫人 是遠性的宣傳 你們都要喜歡 好像關公那樣 最正傳說 康熙皇帝說自己 都是關聖對軍 其實是托世的嘛 每個人都說自己托世 乾隆又說自己 不知道誰有羅漢的托世 總之什麼都托世 慈禧 你有沒有看過慈禧那張照片 扮觀音的嘛 當然是觀音 來源之外 我們留意到 看電視劇也好 或者你真的在現實生活也看 做生意的人很多都拜關帝的 對 甚至你看電視劇 現在我不知道 警察局就說拜關帝的 以前有現在還有沒有的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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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拿走 就算你不拜一回事 也不敢拿走 看叛徒呢 拿走也出事嘛 看叛徒那套電視劇 前陣子 前個星期 那些大結局 現在那些 新辦公室 ATF那些是沒有關公的 ATF那個版本 是抄某一套日本劇集 是吧 但是問題 所以為什麼呢 這些也是有意思的 你不理會他抄不抄 就是 你ATF是由早到晚都被人射的 個個都出事 你沒有拜關公的嘛 你知道嗎 你沒有拜關公 為什麼拜關公那麼緊要 他是一個喜歡的表徵 所以你看到 就算是電影 是黑社會的電影 一樣是拜關公的 是吧 一個很大的 你看到 為什麼要拿關公出來 在這個地方說 就是因為 他是一個虛視 虛視就會有所謂 生意的喊叫 會有 不說喊叫 我們說和諧 會不會簽罕合同 有時會不會有些契約 譬如你今次跟你做一個貿易 我們一年提供多少貨給你 有時這些東西 口說就無憑 簽紙就為實 但是簽紙都還可以作假 我可以不認的 那怎麼辦 大家在神靈面前 我們就三口六面 策點 蟒王子 斬雞頭 未去到那麼激情 那些又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萌誓 但是一般的生意來說 大家拿一張藥 在關公面前唸一次 沒有問題 簽約 神命共鑑 大家講義氣的 所以你看到一間文武廟 譬如我們上華文武廟 他不只是拜神的 他文帝 武帝 大家有一些華人的紛爭 我們就在那裡解決 我們留意一下 香港沒有正式的一間包工廟 但是你留意很多的編殿都有包工的 你慢慢留意 這個是我很無意中才發現的 周圍都有包工的 其實包工是什麼 你不是真的拜神去判 不是真的因為訴訟的 有時候 其實就是他能夠幫我判別一些問題 生意上那個是非 其實最主要判別是非 究竟對不對 你這樣做對不對 合不合道理 尤其是在生意上 有時候比較難說 在關公面前解決 在包工面前解決 所以為什麼要擺圓關 圓就是圓天上帝 關就是關公 擺這兩個帝的時候 一個就是他有北方的來源 而且北帝也象徵著北方的水神 北水嘛 北水嘛 所以也證明在元朗這個地方 我們看舊的資料知道 他沿著那個山貝河 其實是有對出那個 有河流 對出就是現在深圳灣 深圳灣海 深圳灣海 即是會有一些周邊地區 都會來襯區 他就坐船來 然後就駛進去 由山貝河 就駛進來元朗去運貨 其實有很多內陸虛市 本身都是有個水路 譬如你看元朗 就算元朗本身去到 有一個叫大樹下 如果我們現在看地圖 就覺得沒有理由 在那幾個山圍圍著它 其實當時還有一條河 可以進去 所以在大樹下那個碑記 是有說的 當然不是現在大船 可能只是木塊 當然 因為襯區 即是運到貨的山板 山板 山板 艇仔 那你把東西運到進去 是的 留意幾個所謂的內陸虛市 其實都有一個特徵 就是它在河邊 對 即是就算大埔虛那些 都是這樣 大埔虛是碼頭 即是它本身是 所以你會見到 他們的水路是一個必須的 因為這是交通的 你要將貨拿來和帶走 其實也可以解釋到一個問題 為何舊虛期後會 為何會迫著要 因為牽涉到一些烏耳問題 烏耳問題 淤塞 淤塞 所以令到水路不通 所以令到它那個 交通不變 市場價值低了 自己搞到這樣便要搬 對 於是要搬到新虛 但其實舊虛和新虛很近 對 即是以現在來說 其實就是過兩條馬路 對河都是 所以就是那個 都是隔著河 其實是那個 因為新虛的建立 我們可以看回 就是那個交通網路的問題 因為它要靠屯門 那個水路 連接上去 所以新虛相對地 會方便了少少 如果是這樣 好了 也說回 除了這個關帝 就是拜下元天上帝 關帝當然是商業之神 其實如果大家有讀過歷史 讀過歷史的話 都會知道 其實關帝 即是關曉本身 他所死的地方 京州 都是一些叫做九山通渠的地方 都是一些商業城市 所以其實為何找他去管 都有他的合理性 那另外呢 另外就有大王廟 大王廟又拜什麼 大王廟就拜大王 拜哪位大王呢 紅星的 我剛才說過 北方人拜北帝 南方人拜紅星 兩個都是水神 兩個都是水神 不過一個是北方人拜的水神 一個是南方人拜的水神 所以你看到 在一個現在叫做東頭村 這個 那個位置裡面 幾條街 做虛事的幾條街裡面 你已經有兩間廟 還要有北方的水神 南方的水神 你看到不同族群的人 走過來一個地方 牧師 我拜我那個神 你拜你那個神 有什麼問題叫叫就找關公 大家都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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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認識的時候 關公也認識大家的人 所以他就是做中間人 最好 喊叫的時候就找他 所以你看到那個 還有呢 後來以天后廟 是取代了那個神靈的 就是取代了熊聖 熊聖那個地方 取代的意思 不是說沒有了他 只不過就是說 天后會比較 得到政府認可 認可 還有更加多人去供奉 那個供奉信仰面是大了 另外還有就是 在剛才你說的那個 舊墊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 和比較出名的 嗯 就是當譜 當譜 當譜 雖然現在進不了去看 門口就是看到 進圓壓 還有他那個 複鼠吊金錢那個 那個 那個歐 但其實那個呢 都是 就是過癮的 那個是過癮的 都 值得去 去 都要看 有一段時間 你在門口看 他把進圓壓的複鼠吊金錢的板 是放在那間廟的 在那間廟的 不是 門口 他就放在門口 放進去 人家吊起他 他就放在旁邊 捱住 但是 第二次他已經不見了 被人碰到了 其實他是有人管的 其實他是有人管的 只不過是 拿不到應該 就是不知道哪個館 那你開進去看 也看不到 那你說真的想看 尖沙咀 歷史博物館 因為歷史博物館 製了一個 模型出來 對 模型 就是叫模型 製了一個板出來 裏面你可以進去看 究竟那個 那個 形態是怎樣的樣子 那一期 我們買東西 那有時候 我今天來到 買東西 買不切東西 那我們就住一晚 或者我還有東西要補給 一天還沒做完的 所以你不要過 因為有客棧 而且你買東西的時候 錢 未必有錢 或者有時候看到 已經有新東西 於是就要 押舖去押舖 下次寫一張檔票回來 下次我就來熟 主要就是 看到這些東西 其他那些店鋪 利益街 南門口街 長益街 你聽我的名字都知道 這些是做生意 就是比較好意頭的名字 但是現在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 那個建築還在 但是你已經進不去看了 那麼 它又沒拆 收不收呢 又不知道 是吧 但是就已經荒廢了 正常說因為 那個水路不通的問題 令到那些人轉了去新墟 即是現在說的 元朗谷亭街 那裡有一些地方 這個 就牽涉到 其實除了交通的問題之外 亦都說打破壟斷的問題 打破種族壟斷 是的 因為鄧氏家族壟斷 都有一段時間了 有些其他姓氏覺得不公平 還有那個工庆問題 是的 這些東西忍生喊叫 不喊叫就是 那我就另外製造一個新市場 嗯 那就客人 剛才說過兩條馬路而已 嗯 其實不遠的 很近的 其實是 因為你現在 用現在的角度來說 其實都是很近的 但是當年來講 兩條馬路 你不要看少了 不過來就不過來的 嗯 不過來就不過來 是啊 因為你要搬貨 你如果從水路來講 你剛剛那裡疾了我 我怎麼過來呢 是 那我又要另外再找人去搬 搬個對面馬路 對吧 那這些都是錢 所以後來就搬了去 現在講的元朗 新虛 新虛 谷亭街 那那裡有一堆 有一堆 所謂五合街 這個叫做合憶街 合法街 合成街 合和街 合和街 合和後街 是的 那製造一些兩層高的樓 中間就留一個空地 即所謂虛 早上晚拆 那些人攀所有東西出來 晚上就收回它 那慢慢就變成一個較長期少少的虛 嗯 以前的135 那樣 但後來都變成每一天 收一個象徵式的小 對於攤販就收一個小租金 那店舖的就是一個 即是一些長一點的租金 那就可以前舖後居 這樣就形成了 那我們現在去元朗都還看到這些樓 嗯 即是現在兩三層高 是的 雖然現在聚集了很多人來買東西吃 那些小食肆 那中間做過 但是現在看不到很多新招牌 都不斷遮回 招牌遮了 不過如果你在裡面的街上看 你有時還可以看到當時的一些虛市 而建立的一些所謂商會 或者什麼聯合會 或者工會 即是有時的會可能沒有了 但是外場仍然有那個 不是一些特製的 有些是那個年代更流行的 不過現在的如果收樓或者維修就沒有了 是的 那就 如果想看都還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那大家有機會呢 有機會呢 就星期六日 去一下元朗舊虛 在元朗站 下來兩邊 那你自己去看看 是的 那今天我們 時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講到這裡了 那我們 五月回來再跟大家講人 講地香港地 好 拜拜 由WALL IN ACTION 主辦的VIA Super Volleyball 2014已經開始了 在2014年4月30日 星期三的晚上 將會在元朗區進行兩場的賽事 首先在晚上8點15分的時候 會由蘇屋迎戰匯稱 而在晚上9點15分的時候 終會由Victory迎戰優盡 至於想收聽其他關於排除的資訊 就記得留意VALL IN ACTION 多謝你收聽Only One Radio的節目 想知道更多的節目內容 又或者收聽其他節目 請即登入 網址是 3w.onlyone-radio.com 如果想知道我們更多的資訊 請即登入我們的Facebook 網址是 3w.facebook.com 斜滑 onlyone-radio.hk 1-radio.com 1-radio.com 1-radio